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根據這些 根據外游引力定律 根據這個G啊什麼之類的 的一些問題 好 這個就是問 他用什麼定律 他說這是我們考試常常考的問題 就是外游引力 所以呢地球會吸引蘋果 蘋果也會吸引 地球 大家都會彼此互相信 問 地球吸蘋果跟蘋果吸的量誰大 然後 這個觀念是跟哪個定律有關係 這個觀念是跟哪個定律有關係 OK 好地球吸蘋果跟蘋果吸地球 哪個引力大 然後他是跟哪個定律有關係 30號 幾例 為什麼一樣大 根據什麼定律之道一樣大 把不外游 請坐 作用力反作用 牛頓第 三 兩個一樣 一個是我吸引你 一個是你吸引我 我愛你你愛我我恨你你恨我我打你你打我 這叫做牛頓 第三運動定律有作用力必有 反作用力 這是第三 OK 那 兩個的吸引力是一樣大 但是呢只看到蘋果掉下來啊 沒有看到地球伸上去啊 為什麼會這樣 這又是跟哪個定律有關啊 蘋果吸地球的力量跟地球 吸蘋果一樣一樣大 結果這蘋果掉下來 地球沒有伸上去 這個 為什麼 然後 這又是跟什麼定律有關係 這又跟什麼定律有關係 為什麼 又跟哪個定律有關呢 對 12號 小老師 為什麼 為什麼蘋果掉下來地球沒有伸上去 然後跟哪個定律有關 不會喔 可愛小老師 居然給我發呆喔 哇太厲害了小老師 你真是傷我的心啊 沒錯因為地球比較重啊 F等於MA啊 F一樣可是M很大 A就怎樣 很小啊 所以雖然吸引力一樣大可是他對於 地球那麼大的幾乎是沒有作用啊 這是跟什麼定律啊 F等於MA什麼定律啊 牛頓 第二運動定律 跟牛頓第二運動定律有關 OK 好 下一個 他說同一個地點質量越大的跟地球引力就會越大 那是不是就表示基值就會越大勒 引力大是不是表示重力加速會大勒 為什麼 會 為什麼不會勒 為什麼會比較大或為什麼不會比較大勒 為什麼勒 啊 質量越大的受到地球引力越大 你質量乘基層正比距離前方乘反比 雖然 你的力 質量越大 你的力量越大 你的F變大了 你M也變大了 這比實還是不變啊 比實就旁邊這個啊 G啊 M1 G啊 就是這個啊 大家都一樣啊 大家都在地球質量啊 大家都在地球半斤啊 都不會變啊 氣也不會變啊 這不會變嘛 所以不因此而會影響到你的 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所以要你背好一個是不是就夠了 大家都一樣 OK 好最後 簡單小問題 就是要你應用那個 質量乘基層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要注意 這個距離是要算到地心 地球半徑R 東西呢表面上的是45公斤 把它移到 移地表2R 地表 移地表2R 那請問你 他影響變成幾公斤 好 就是那個質量乘基層正比距離平方乘 反比 好 注意這個距離要算到地心 多少勒 多少勒 32號 多少勒 多少勒 搖頭是不會喔 請坐 再度讓人又再傷心了一下下 3號 4號 質量乘基層正比距離平方乘反比距離要算到地心 地球半徑 地球半徑R 離地球表面2R 那離第1幾R 3R 本來是R 變成3R變幾倍 3倍 但是要平方乘反比 平方是9 反比變成9分之 1 9分之1 所以45公斤重 去乘以9分之1會變成 5公斤重 5公斤重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16 這是一個簡單的基本問題 就應用那個質量乘基層正比距離平方乘反比 Keyword 重點是 那個距離要算到地心為止 地心為止 這就是 一些簡單的小問題 OK